農曆春節就快要到啦 今天我們想和大家聊聊看 是不是能力越強 給父母的紅包就越厚 之前我們在粉絲也請大家幫忙填寫問卷 我想要了解說年齡、性別、收入、婚姻狀態 有沒有給孝親費 這些種種的因素 對於過年包給父母的紅包有多少影響 總計下來我們收到大概150筆資料左右 接下來就讓我們好好來分析一下吧 首先是最重要的年收入跟紅包的關係 基本上大家都應該知道說這是正相關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精確的數字會是多少呢 我們發現大概可以分成幾個區間 首先年薪50萬以下 平均包出去的紅包是12000元左右 我自己覺得這個金額其實不算少 因為在這個薪資、在這個時代的物價 要存錢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第二個區間落在年薪50萬到70萬 紅包金額就增加到了15000元 多了3000塊左右 再來是70萬以上未滿百萬的第三個區間 這個區間收入相對比較穩定 所以包出去的紅包金額又再增加 來到了21000塊左右 那年收入破百萬的朋友呢 就更有能力用厚度來表示誠意啦 年薪100萬到200萬之間的紅包金額 高達三萬兩千元 200萬以上的話更是逼進了5萬元的紅包 一張千元鈔票一克重 厚度差不多是0.1毫米 所以換算起來這包紅包有50公克重 0.5公分那麼厚囉 那當時我們在討論紅包這個議題的時候 有一位朋友他告訴我們說 他平常有在給孝親費 所以紅包會少一點點 我想想看說這好像有點道理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看數據到底是不是 也反映這件事情 在統計資料裡面呢 有將近四成的朋友 平常就會包孝親費給父母 而他們的紅包金額也真的有少一點點喔 可是只有少不到500塊而已 所以看來我的朋友是比較特例啦 那大家平常還是傾向說 平常歸平常 新年歸新年還是該表示對父母的孝心 再來呢 也有網友給我們建議說 如果只包給一位長輩 或是包給父親跟母親 或是甚至包給父親母親跟公婆 好像都會有些影響 那實際上的數據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總計有23%的資料 只包給一位長輩 他們包出的金額 只比包給雙親少了大概2000塊左右 並沒有差太多 這表示啊 如果過去只包給爸爸跟媽媽2萬塊 現在只剩下爸爸或媽媽一個人 那就會把全部的金額拿來孝順他 還是希望把自己的孝心全部奉獻給父母 這個我覺得也很合理 因為只剩下一位長輩 孝心當然不應該就除以二啊 再來我們就在討論到 單身跟結婚這件事情有沒有影響啦 平均來說 有結婚比沒結婚多包了1萬多塊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可是啊 我們想要確定說 是不是跟經濟動態有關係 因為很有可能說 我是有一定的經狀況才會成家 而且的確啊 在我們的數據裡面 單身者是沒有年收入超過200萬的 在我們的數據裡面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 不同年薪階段中 單身跟已婚的紅包差距 在50萬這個區間以內會多5000塊 50到100萬這個區間以內會多了6000塊 100萬以上會多了1萬2000塊 我覺得這某個頭上反映了子女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結婚成家後 一方面覺得自己真的獨立長大了 然後一方面之後有了小孩 更能夠體會父母當初養育我們的辛苦 所以自然而然呢 會想要比起在單身的時候 再更多回饋給父母一些 以上是我們的紅包分析 其實在喜氣洋洋的新年 包個紅包散播喜氣 包多包少當然是心意的一種表示 可是呢 最終隨著紅色信封帶 傳遞出去的幸福 我覺得才是包紅包的精神所帶